近日,随着哈尔滨旅游火爆出圈,南北回礼的友好互动愈发热闹 四川文旅为了感谢哈尔滨对四川小朋友的热情招待 在线向网友征集回礼清单 结果意外带火了四川鱼子酱 不少四川网友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家乡竟然拥有全球第二的鱼子酱产量 世界上每100克鱼子酱就有12克来自四川雅安 2023年,雅安产出的鱼子酱超过了60吨 连销30余个国家和地区 四川回礼给哈尔滨的1200罐鱼子酱也是出自这里 这次我们给哈尔滨回礼的1200罐鱼子酱 都是我们企业这边准备的 鱼子酱本身它珍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循于需要养殖的时间非常长 才能够去做成鱼子酱,才能够取卵 根据品种的不同 从10年到15年的养殖时间不等 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性成熟 可以取鱼卵的这样一个程度 那取出来我们会 我们的捷径的加工车间来进行 那15分钟之内呢 要完成17道加工工序 包括我们的取卵 冲洗,挑卵,拌盐等等一系列 那最短时间的和空气接触呢 来保证我们有最鲜美的这个味道 四川地处内陆腹地 作为舶来品的鱼子酱为何与这里结缘 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军介绍 四川丰富的高山冰水溶水为养殖鱼提供了优质水源 四川的巡鱼甚至可以说是和冰川水长大的 巡鱼的话现在养殖的品种主要是尤罗斯那边就偏冷水性的 我们在学术上说叫亚冷水性鱼类 那么它对水温的要求呢和常规的鱼呢就有点偏低 在四川不管是龙门山脉还是川西高原 还是我们像那个清朝高原过渡地带 亚冷水资源很丰富 比如说亚恩它是从成都到清朝高原的过渡地带 要取鱼子酱之前的话 它必须要经过一个低温刺激 它的鱼子酱品质才会提高 那个低温刺激就是冰川水是最好的 温度低 要低于5度 低于5度 让刺激出来的鱼子酱品质才最高 所以说和冰川水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寻鱼们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智慧养殖系统 我们研究所整个研究团队发明了寻鱼的亲子鉴定技术 那么就是每一条鱼我们作为繁殖的亲本 它是有标记的 有芯片的 那么每一条鱼我们只要一扫 通过电子枪一扫就知道这条鱼 第一个什么品种 第二个几岁了 第三个它繁殖过几次 它有什么优良的性状 就是说每一条亲本都有它的身份证 就为我们以后繁殖更优良的后代打下了基础 鱼子酱一直被认为是西方食材中的奢侈品 与高昂的价格挂钩 在某电商平台上 四川某品牌的鱼子酱产品 按照寻鱼品种生长年份的不同进行标价 价格在10元每克到18元每克之间 杜军表示鱼子酱产业在国内发展起来后 价格正在逐渐清明化 这次关于四川鱼子酱的热点的契机 对我们研发团队给予了很大的压力 怎么样提高产量 降低养殖成本 逐渐地让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上去 让我们四川人在自己家门口能吃到 这个是给我们的第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 可以把它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地完善 养殖规模地不断扩大 可以把它的价格逐渐地给它调下来 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